第1062集 他这一次离开就是二十多年 先后去了魂界太古宇宙 几次出生入死 如今终于平安返回 神梦天宫 白玉大殿 人族已跟天尊 还有太古诸族的天尊坐在一起 林明小摩仙也坐在其中 你们是白玉年前太古诸族的后裔 很多人族天尊 还是首次得知在座古族天尊的身份 百亿年前太古诸族 这名声太响亮了 只是现在没落得不成样子了 是 我们跟圣族战斗已经多年了 这次出逃是林小兄弟提议的 只是我们在出逃的过程中 遭遇了造化圣皇 现心全军覆没 太古诸族的身份 曾经是帝无痕的骄傲 可现在他却觉得实在没什么好骄傲的 什么 你们遭遇了造化圣皇 那你们 人族天尊听到帝无痕的话都吓一跳 遭遇造化圣皇 他们竟然还能活下来 这时候沈梦缓缓开口道 诸位安静一下 造化圣皇已经被太古诸族的武道同修们 林明混元天尊合力重创 目前正在疗伤 而且太古诸族和林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救世之法 也许我们人族已经迎来了转机 沈梦这一番话缓缓说出 再唱人族天尊全愣了 这一段话的信息量实在有点太大了 重创造化圣皇 他们怎么做到的 而且怎么会跟已经死去十万年的混元天尊 扯上关系了 救世之法那又是什么呀 人族天尊心中充满疑团 而这时候沈梦看了林明一言说道 你自己说吧 无论对人族还是对太古诸族而言 能有这次转机 林明那就是最大的功臣 从修罗禁地带出救世之法 到改造神明法旨 再到对抗造化圣皇 林明的作用无可替代 林明点了点头 不紧不慢 不卑不亢 将他的魂界和太古宇宙之行说完 只是隐藏了圣美跟他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话 在场人族天尊全听傻了 他们早就知道林明自己一个人离去 去了魂族 寻找人族救世之法 可从没有人看好林明啊 在所有人看来 这就是彻彻底底一笑话 林明什么修为啊 走之前 林明他战斗力强过他修为 也不过就战胜大界界王吧 而人族面临的 却是拥有数个真神 拥有上千天尊的可怕庞大种族啊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天地浩劫中 这林明连夺小浪花都算不上 即便人族天尊都感到希望渺茫 几乎觉得他们要坐以待毙了 在这种情况下 林明去寻找人族出路 这可能吗 但实际结果呢 却让他们莫名震惊啊 林明还真的就找到了救世之法 并且直接对抗圣族 而且给人族找到了退路 光是退路还不够啊 神域三千界存在不知多少人族大势力 这些势力想要一一通传道 然后安全撤离 这是一件浩大工程 如果现在圣族入侵神域的话 根本就不会给人族撤离的时间 可是偏偏林明联手太古诸族 竟然把造花圣皇给打伤了 为人族争取了时间 这简直让人不可置信啊 诸多人族天尊 纷纷惊恶看向林明 林明这次离开神域去魂界和太古宇宙 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他对人族有大功劳 几乎能比你三十六亿年前的封神天尊了 方法大家都清楚了吧 就是圣族全面入侵之前 撤离到三十三天的蛮荒宇宙中 神域人口一亿兆 下界人口更多 想要全部撤离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撤离精锐 保存下五道文明和传承 也就是说 至少在未来十万年之内 底层人族需要在圣族的铁蹄下生活 而人族精锐则要面对三十三天的蛮荒 艰难的开拓 生存 至于日后 我们是毁灭还是得到喘息之机 就要看未来十万年 这一群开拓蛮荒的人族精锐 能不能培养出一群对抗圣族的天骄 如果能 那么我们就能杀回神域 灭掉圣族 如果不能 那我们只能等待灭亡 毕竟叹息神强 也不是绝对的保护伞 神梦天尊这番话说完 在场人族天尊都陷入了沉默 三十三天 只有七重天属于魂族 七重天属于圣族 再有一重天是太古宇宙 还有一重天是神域 加起来一共十六重天 除了这十六重天 还有十七重都是死地 或者蛮荒 这些宇宙是因为百亿年前的百族大战 而慢慢没落的 再加上这些宇宙的叹息神强非常坚固 并不像神域圣族宇宙那样 每隔一定的周期就会慢慢衰弱 最终完全消失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 这十七重天 一直都没有人形智慧种族存在 现在人族精锐利用神明法指 打通叹息神强去哪 无疑意味着一场苦虑啊 也许很多人会在阔荒中死去 就算活下来的人 也要面临虎视眈眈的圣族生死未博 很多人族武者心中想明白了这些 都清楚如果逃入蛮荒宇宙 意味着什么 而且舍弃神域的平民 他们也感觉心情沉重 不过这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人族精锐 才是圣族重点猎杀对象 杀死他们 就等于抹去了人族的传承 而平民百姓 对圣族来说 其实没什么价值 一时间场中的气氛凝重了许多 林明的确为人族找出了一条出路 可这条路充满惊 这时候神梦天尊缓缓站了起来 包括神梦天宫所有弟子 都已经决定离开神域 开拓满荒 那么你们 现在可以选择同我一起 或者留在神域 我知道你们对故土定然有感情 离开是个艰难的抉择 但是有的时候必须舍弃 离开就面对未知的凶险 肩负着振兴人族的希望 留下则意味着在圣族的铁蹄下 挣扎战斗 无论你们选择哪一种 路途都十分艰辛 我只希望将来无论什么时候 你们都不要轻易放弃 因为人族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三十六亿年前 我们败了 还有神域 现在如果我们再败 那就真的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路了 神梦天尊声音沉重 在场所有人族天尊都屏住呼吸 一时间大殿中寂静一片 落真可闻 人们都隐隐意识到 这是一场关乎人族未来的重要会议 我代表普陀山 离开神域 追随神梦天宫 第一个开口的 就是大自在佛 其实他在会议开始之前 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现在就是表个态 我也跟随神梦天尊 我也是 很快便由天尊陆续开口 他们都愿意追随神梦天尊 舍弃神域 这也是在现有形势下万般无奈的选择 好的 神梦深吸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现在咱们就分散开来 调集各大势力精锐 准备撤离 造化圣皇虽然被重创 但也最多用数年就能恢复了吧 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完成撤离工作 能撤多少 是多少 太古宇宙 无限深邃 在造化圣皇隐没的虚空 二十多个圣族天尊布下造化大阵 严阵一旦 除此之外 还有诸多戒王圣主 他们分布在造化大阵周围 兴罗旗部 支撑大阵的运转 所有圣族天尊脸色都不怎么好啊 因为原本神域的红袍圣将 刚刚带领一群残兵败将赶回了这里 京官天尊陨落 红袍圣将燃烧全身精血境界跌落 这绝对是圣族前所未有的惨败 而这些败军之将赶回到太古宇宙的时候 才知道其实造化圣皇早在对他们下达命令之前 就被太古诸族联合林明一起 打成重伤 现在正在闭关疗伤 这顿时让他们全都蒙了 造化圣皇 真神中的佼佼者 竟然被太古诸族一群天尊 再加上林明给打成重伤 这怎么可能啊 圣皇陛下他 红袍圣将心中苦闷 他原本怒气冲冲回来 想要禀报造化圣皇 而后让造化圣皇调集大军踏平山域 然而却最终得到这样不可思议的消息 陛下在闭关 谁也不见 负责护法的天尊如此说道 红袍圣将吞了一口口水 他感觉自己这脑袋有点不够用了 圣族明明比神域强大十倍 怎么战斗打下来竟变成这样离奇的结果呀 不过造化圣皇闭关 红袍圣将只能等着 他隐隐猜到 这次闭关的时间恐怕不会短 也许要两三年之久啊 就在这时 突然间可怕的威压降临 如同星河风暴席卷宇宙 在这巨大的威压之下 所有圣主界王都难以支撑 纷纷跪在虚空之中 圣族天尊虽不至于如此不堪 但也各个心神经济 毫无疑问能释放出这等威压的 非真神莫属啊 所有圣族武者都在虚空中纷纷行礼 他们已经感觉到一股浩瀚如海的纲源澎湃而来 这证明来者是圣族真神 这个时候 虚空震颤起来 在百万里外的宇宙虚空浮现出一张巨大的人脸 这个人脸仿佛是用金属雕刻的 庄严为武 气势惊人 所有圣族武者看到这个巨大的人脸后 都是心中一震 天罡神王 圣族七重天 拥有不止一个真神 平时圣族真神无比神秘 很少出现 甚至圣族子民根本不知道圣族到底有几个真神 也不知道各个真神的封号到底是什么 哎 天罡神王 圣族隐世神王 据说他年龄比圣皇陛下还年长近一岁啊 天罡神王来 他该不会对圣皇陛下不利吧 几个隶属于造化圣皇的顶尖 天尊想到这一份关系 对视一眼都咽了一口口水 听闻着天罡神王跟造化圣皇可一直都不对付 似乎他们之间以前有过争斗 说他们二人之间有丝绸 这也不为过呀 现在天罡神王赶来 如果是要报仇的话 就他们这些天尊根本就不够看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对造化出手 天罡陛下 几个天尊成皇成孔上前迎接 滚 天罡神王一声力喝 这几个天尊仿佛被风暴席卷 纷纷站立不稳 他们心神惊惧不知所措 他们都是隶属于造化圣皇的人 天罡神王对他们当然没什么好感 天罡神王慢慢飘到了造化圣皇闭关的扭曲空间 冷笑了一声 他一念一动 从虚空中伸出了一只金属大手 这只大手随意的一撕直接撕开了造化圣皇闭关的扭曲空间 而后天罡神王大步踏了进去 在场诸多天尊只能眼睁睁看着 没法反抗 也不能反抗 只能祈求他们别打起来 一旦造化圣皇受到刺激 引爆了荒的肉身 那么他们这些天尊全都得被卷进去陪葬 在无边的黑暗中 两个人影对立着 一个是天罡神王 另一个就是造化圣皇 虚空中的天罡神王身材高大无比 全身宛如金属胶筑而成 他没头发 也没睫毛 头颅就像那水晶一样半透明状 甚至能隐约看到他大脑 这个长相十分特殊啊 造化 天罡神王的声音冰冷如同金属 充斥着扭曲空间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交我和飘雨来 难道是寻求帮助 天罡神王的声音中带着嘲讽的意味 他会来这儿竟然是造化圣皇主动要求的 造化圣皇看着天罡神王面无表情 只是冷声道 飘雨呢 天罡神王竖起右手 指缝间有一条羽毛 懒懒说道 他觉得没必要来见你 不过我们的谈话 他自然能听到 是吗 原来如此 飘雨神王没有买账 不过造化圣皇也不介意 他们整个圣族七从天 其实就三个真神 其中飘雨神王是唯一的女子 他行踪神秘长年归夜 很多顶尖天尊都不知道圣族还有这样一个真神 造化圣皇看着天罡神王一字一顿说道 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让你以及飘雨 率领大军 踏平神域 诛灭人族 造化圣皇虽然受伤 可他那声音钟气十足 震颤虚空 天罡神王目光一宁 玄机大笑起来 我没听错吧 让我和飘雨诛灭人族 凭什么 不要拿什么种族利益搪塞我 诛灭人族对圣族种族而言 好处虽然有 可也不过如此而已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诛灭人族 其实是为了你自己的目的 我和飘雨 为什么要帮你啊 天罡神王这声音咄咄逼人 造化圣皇微微沉默 他突然伸出双手 在他手心指尖 一枚黑红色的珠子 缓缓旋转 正是鸿蒙灵珠 看到鸿蒙灵珠 天罡神王眼睛一下亮了 这枚灵珠 对炼体舞者而言 有不可想象的好处啊 你 如果你跟飘雨助我 我可以将此株借给你们百万年 可我有个要求 你人族的时候 一定要杀死鸿蒙 造化圣皇声音中充满杀机 他会如此着急调动圣族两个 跟他不合的真神来进攻神域 正是因为他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感觉鸿蒙似乎将什么重要的东西带去了 如果不能斩灭人族 就会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尤其林明此次 让造化圣皇心中充满不安 这就是个不确定因素 他仅仅圣主巅峰 就对这次圣族人族和太古诸族三族大战 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一旦他将来成长起来 绝对会成为一个大祸害 他以前一直因为林明修为太敌而轻视他 现在他却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杀了他 鸿蒙灵珠 天罡神王看着这枚红色珠子 双目灼灼 眼睛中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怎么 你想永久的占有他 造化圣皇冷笑一声 却没有收起鸿蒙灵珠 只是冰冷的看着天罡神王 想联手飘雨 趁我受创之际取我性命 夺走鸿蒙灵珠吗 造化圣皇一语道破天罡神王心中所想 天罡神王不慌不忙 只是淡淡一笑没回答 你可以试试 我有办法让你们后悔 造化圣皇说话间 在他身下的虚空 慌那巨大的肉身 微微颤抖起来 无数血泉喷涌 天罡神王目光一凝 他看着造化圣皇心中生疑 他并不知道造化圣皇到底隐藏了什么底牌 但他却相信造化圣皇身上定然有某种秘密 他甚至怀疑这跟深渊恶魔有关 不管怎么说吧 让他现在联合飘雨对造化圣皇出手 他都没有把握 这纯粹是种感觉 修为到了真神这个境界 他们自身气韵早就凝聚到极致 如此一来 武者心中便会生出隐隐约约预感 虽然不是每次都准 可也很有参考价值的 四个月后 普陀山 这是人族历史最悠久的天尊圣地 身处普陀山 可以深深感受到这里的底蕴 这里的房屋 回廊 包括一幅壁画 甚至一块地砖 无不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36亿年前 人族真神领袖封神战死 其余天尊死伤大伴 很多天尊势力随之覆灭 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而普陀山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他的藏经阁中 珍藏的那些武道典籍 对人族日后武道文明的发展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时在人族生死存亡之际 人族诸多雄主俊杰再次汇聚到普陀山 面临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 在普陀山一间佛宗密室中 这一间密室极为安静 空气中飘荡着苗苗香火 墙壁四周 耸立着高大的金身罗汉雕塑 在罗汉雕塑间 有八根粗大的礼柱支撑着穷顶 每根礼柱上都纹刻着一条金龙 充斥着一种古老蒸容的感觉 这是普陀山有名的八部天龙珠 近年轻导的玛法 底下 几乘 yum填不溃